徐伟你好 这最重要的嘛 可是这步法 当然学校也有了 所以我今天说 我们教育部有人过来 那我请问 这个是哪一位 你来 我要了解一下 现在目前学校里面 也没有对环境 这块 认识环境或者整个环保 你这个环境也包括环保 对不对 整个环境嘛 署长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学校也做了很多 不是垃圾分类了 都做得非常好 还有现在目前学校 有关目前的环境教育 做了哪些 教育部环境的 因为你单位很多 张教授 张教授 目前教育部 在各学校推动的 有关环境教育 这部分我们已经在做了 有没有 报告委员 我们其实教育部跟环保署 我们有每一年三年的合作 每三年有一个 都已经在做了 都已经在做 那我们现在做的课程 其实在课程里面融到 课程里面 融入课程里面有 重大议题有 那另外刚提的所谓的 现在 以前开始做最多的 就是所谓垃圾分类资源回收 这个做很多 而且非常扎实 在全世界 我们都还觉得 蛮可以自好 做的蛮好的 那除了这个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之外 我们现在做更多 从环境的体验 户外的教学 包括现在节能减碳 其实这些都是 实际上现在重大的议题 好 假设你觉得都做的那么好的话 这些小孩长大的话 对环境的认识 对环境的维护 都应该有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到现在还很多 我们还觉得很不够 才要一个环境教育法 对不对 你社会 或者学校只要做的那么好的话 你认识这个环境伦理 以及知道这个维护环境的一种责任 我相信从小 我们都有这样 应该有 可能是不是很彻底 还是怎么样 像学委员报告一下 我想从两个角度看来 就是其实环境的问题 科学的知识 日新月异 新的问题 一直发现 所以其实学校教育除了社会 除了还是需要补充 所以 所以你 因为这里面有碰到 你看你各部会都有嘛 污水下水道 是属于内政部的嘛 经济部 矿物人员的这些都属于经济部的嘛 所以这方面呢 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人嘛 是 从小最基本的 这个环境的一个认识 跟环境的保护 我觉得教育最重要 但你觉得教育最重要 哪一部最重要 当然教育部最重要 教育部最重要 假设你从小有这样体认的话 你到任何机关去做事的话 你还是有这个环保概念 概念嘛 对不对 你做任何事 你还是有环保概念 学校养成基本的态度 我想是非常重要了 是 好 那你请回 我是在说 这里今天有请那么多个部会来 这么多部会里面 其实归根究底就是一个教育 教育从小开始嘛 所以在教育部里面是最重要 你都是 都事后教育了 那事前呢 这个教育当初教育部之外 你其他的 像刚刚也有委员提到 工厂 工厂你是不是要有事前教育 对不对 所以你才有认证的 什么什么 讲习的什么 这些就是 事前的一个教育 非常重要 是 防止那个灾害的发生 然后呢 维护这个一个环境的清洁 维护整个 呃 我们这个这个 那这个 呃 整个呃 资源跟生态的平衡 用什么 促进永续发展 这样 啊 所以呃 我觉得这一步法是很重要的啊 可是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从小要有环境的要有环保的观念啊 是的 那再来呃 这个法里面啊 我们看了啊 这个呃 对于很多单位啊 都有 你都很多评比的鼓励了啊 有很多鼓励的方法在18条里面大概就有 可是没有没有惩罚 你就鼓励做得好有鼓励做不好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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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则是吧 有一部分了哈 就是对于一些他们这个违法的让他们去上环保的课程 就上防保课程 对对对 这样后吗 因为这样平衡吗 其他的法已经有处罚了嘛 其他法有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正在加强他哈 然后除了罚钱不够 还希望他从知识观念改变 希望态度行为能够改变是 那我我我再请教 因为今天很多呃 委员都提到这个呃 人物无常的这个问题了哈 那么现在是已经公告了是吧 呃还没有公告就是已经呃 通过说到底公告都没有 还没公告 但是还要经过一些程序的 对对对对 还要经过一些 就我刚听你报告是讲还没公告 可是很多委员 这三个礼拜内可以公告是 哈 三个礼拜内可以公告 三个礼拜内可以公告 是 所以现在还没有公告 要给他当时有陈述 将公告就对了 是 因为所以你要把公告那个整治场子还是要经过一些一些程序 程序 行政程序要完备 是说将公告嘛 所以现在还没有公告 是的 好 那公告之后 然后呢 呃台所还要经过三个月什么六个月啊 才来整才提出计划啊 然后整治 那整个这个场要整治好 要多久时间 呃 这个整治好的时间呢 就是呃 很难说 一下就给他确定 因为要跟他跟他的效果哈 逐步去check check之后还要停下来 这个看是不是会会还再出现啊 然后不行了还要继续去做 那这样时间差不多就 呃 你看 而且已经做了十几年都还在做哈 所以 对对 最重要说我们确保他的没有向外扩散 就不要向外扩散 就对 好 讲向外扩散 你刚刚讲的说 停工啊 因为台顺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大家都说哎呀你不敢了啦 不要讲那个太 什么不敢打老虎啦 有有些媒体就这样故意刺激你嘛 哦 哦 就你不敢打老虎啦 当然你是依法嘛 我觉得应该依程序依法来做 是哦 但是呢 假设假设你能够现在帮他停工的话 哦 大家鼓掌 嗯 哦 那你觉得可能吗 假设说 现在停工哈 是看他的必要 哦 所谓必要就是说 为了整治上非停工不足以整治的时候 当然我们需要把他停下来整治 因为环境还是第一的 所以这个东西必要 第二个停工是惩罚的话 惩罚的话 你又讲过 是惩罚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惩罚是把他不当得利 把他扣出来 这样行政法法已经给我们的权利 可以把他不当得利 我慢慢给他算 算出不当得利 我就罚他多少 他没有得到好处了 是吧 最重要是这个处罚 至于说你是停工的处罚 他牵涉的社会面就很广了 是吧 不只罚到老板 连劳工都会罚下去了 这样就不见得是一定要去采取的 除非是有整治的必要 你讲的一个重点 是 停工 停工 当然你用惩罚 罚款 这个罚款 罚他的不当得利 因为他是大企业 对不对 你可以罚他以前 多少年 他因为污染 大概有四年 至少有四年的吧 是 是不是至少有四年 我看那个报告 应该有 知道有污染 应该要履行任务的95年开始 新人法法的要求 所以呢 所以你要追溯到他的 这个算法怎么算我不知道了 算的是一千 一万 一千万还是 两千万还是一千 还是一亿 他折旧下来 每年应该要负担多 这个就要发出来 这个就是他的不当得利了 对 他的不当得利 不法利益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认为说 假设用罚款的话 而且他的污染源不再扩大的话 是 那么就是让他去整治就好了 不需要停工 因为停工 你讲的一个重点 你还会牵涉到劳工的问题 是 你一停的话 那些那些 那些这场的劳工就没有工作了 是 所以所以你认为 还是用停工不是最 不是最好的办法 有必要停工 一定要停工 必要停工 还是要停工 还是要停工 假设用污染扩大的话 污染继续扩大 整治的必要要停工的话 当然环境第一 附近的民众的健康第一 我们必须要停工 但是呢 在这种情况 可是法里面 那个法 水务法里面 有一条 他讲情节重大 情节重大 就可以停工 对 那情节重大 那他引力 还有否认 这些很恶性重大 不算情节重大吗 在我们情节重大的一些 服务的条款写的很清楚 现在没有包括这一个条项条款 哪些情况叫做情节重大 所以我们现在说 下一次你如果再讲 我就要视为情节重大 所以我就先告诉他 也不是情节重大 里面也没条 没这个条啊 现在没写这一条 对啊 那你怎么可以用说 你下次再情节重大 下次再引力的话 我就要停工 我们还有其他 其他情况的话 我就要先告诉他 你叫做法来讲的话 你说情节重大 里面没有这个的话 那你刚才讲的话又不对了 你说下次再引力的话 我就要叫就叫你停工 那那不是罚你自己设的吗 罚你自己讲的 你看啊 就是说他他有一二三四嘛 例如说 暗日处罚连续超过三十天 一年内两次限期改善 人为反本法等等 他有一些这个情节重大的 认定的条件 那还一个其他金主管认定的一些 特别有害的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说 所以你就不要讲 再引力 就要你停工 不是再引力的问题 是情节重大 是因为这个污染扩大 应该是这样子吧 他那样情况 我认为他是情节重大的一个条件了 就可以 对对对 那因为是污染 污染重 污染扩大 他有那个 就像你那个条文里面有的 不是再引力 再引力的话不构成 因为再引力的污染的行为嘛 我就要认为他构成情节重大 是我们要给他 给他定义一个新的情节重大 就是污染扩大的话 你就可以 就是等于情节重大 你就可以 就可以停工 所以要不要停工 污染扩大就是根据那个突然整治法里面 他就有整治的需要的时候 好了 对 这个外界讲你说不敢打脑虎 我想应该不是吧 你应该你有你的你的做法 你的坚持了 我觉得你应该有专业的坚持了 是 那再请问一下 就刚才有我们侯委员有讲两岸的环保问题了 沙尘暴呢 是 沙尘暴也是两岸的问题 是 但沙尘暴有没有办法控制啊 你只能监测而已啊 很长期的努力 不见得能够立刻控制得住的 例如说他们在大陆现在做这些 植树造 还有呢 草啊等等 就这样而已吗 其他都没有 科学没有其他方法吗 大概能做的 跟台风一样 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子 必须去 去调试的一个行为啊 是 但是我们自己呢 我们自己应该有一些 就像两条式的行为 比如说 什么 环保署应该跟 地方政府什么 去研究看看 什么样情况之下 不要复外 达到多少程度 不能有复外 这个不如动 很早就 很早就有很明确的一些规定出来了 什么之下 是 孩童 学校停课 是 这个要不要事先 为专门 要去研究一下 不上课 这个部分过去是没有去 教育部这边没有去 没有就刹成报的问题 针对刹成报去认真想过 那是最近他们已经有重新把它去确认 要认真去想 是